接下来我们的主题就是一样的 以一张图做深入的图像探索 需要有一个人来跟我做示范 在这个示范里就是 我会有比较完整的引导你去看到图 因为前面这种热身的小游戏 都是在于说我们这班的同学们 大家的感受性以及敞开性 都非常的足够的状态下 就可以很自然的说出你感觉到 但是我们将来碰到的个案 不见得每一个人他都是这么敞开 或者是说他有那么丰富的词汇 去描述自己的直觉感觉 或者感情的那一面 所以呢接下来就是需要有一个案例的示范 让你们知道说用哪些对话的方式 提问的方式 可以让人慢慢的产生心和信赖 让我们进入这个对话 同学C现在就请你自己呢 抽一张牌或者你报一个号码 可以帮我再抽一张吗 我讲一个号码 可以 我刚才想到一个数字32 但是你不知道32长怎样对吧 对我不知道 我这脑子里蹦出来一个这个数字 发送上来了 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吗 看到了一个光线 不是很明快的一个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里面就是摆放一些常规的商务的用品 办公椅 还有一部老式电话 还有一些茶几 还有一个一面镜子好像是 面前的一面镜子 然后靠在阳台边上的一个办公的一个角落 刚刚你描述的这些东西里面有哪一个地方是最吸引你注意的吗 我第一个看到的 因为这个整个的调子都是灰绿 灰绿和土黄 这是那个鲜红的那一点 就是让我先看到的 然后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就回避它了 然后我再回到画面去看 当我在第二眼在那个红色部分的时候我就发现它像一个镜子 然后那个镜子里照出的是那个红色的像是一个箱子或者是一个什么家具或者是沙发的靠背一角这种就会让我有一个联想 我先注意到的是这个部分 就是我第一眼我会先回避 然后我回过去又会仔细看 你回避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我回避的话我想应该是它的色调太突出了可能比较鲜明 然后跟这个整个的这个图片里面的整个这个风格和色调都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会不会看错了 然后我在确认一遍的时候可能我会再想去看一下 我才觉得那个东西是我好像是没有看错吧 你觉得这个环境里面就是声音怎么样呢 就是这是一个吵杂的环境还是安静的环境还是怎么样的呢 应该是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不吵杂 那这个环境给你的感觉就是在里面舒适吗 不舒适我觉得 就是说这个房间的不舒适的地方就在于那个那个镜子的摆放的位置 让我觉得它那个好像这个格局不方正 然后呢偏偏拐出来一个角 然后那个地方还塞了一个镜子 然后呢那个镜子照出来的发射出来的那个东西 又是一个颜色又是很突兀的一个对比色 就觉得有点怪 这个不舒服让我觉得怪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环境里面有没有什么除了这个怪异的地方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是吸引到你的 第二个地方吸引到我的就是我不太看得明白的那个办公桌正前方的那个像是因为是挨着那个玻璃嘛 就会联想到这是一个一个长廊 这是一个连着阳台的长廊 然后呢那个办公桌正对面的那个那个放的那个物件 我有点不确定那是个什么东西 所以吸引你的 你有没有发现刚刚你在讲好像吸引你注意的都是你感觉不太清楚 它是个什么东西 或者是它怎么会在那 就是说好像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对不对 对对对 接下来呢你觉得如果说现在我请你给这张图卡取三个名字的话 你会怎么称呼它呢 取三个名字哈 第一个名字我就是肯定会觉得是一个角落的办公室或者是办公室的一角 就是然后第二个名字会取一个可能会跟这个镜子有关 就是取个名字的话就叫什么呢 就怪镜子 第三个名字的话就是可能我会第三个名字还不太好取 想不到是不是 对暂时想不到 就是刚刚那个镜子很怪的部分你有讲过 那角落的办公室这个或者办公室一角 你对于这个角落的感觉是怎样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角落像是被遗忘了的 然后它好像不重要的 但是呢它又偏偏设置了一个办公的位置在这里 就是说设置了办公的位置 就是它还是被赋予有一定的责任的 就是它还不能被抹杀掉 但是它在这个位置又起不到什么关键的作用 有点聊胜于无 或者说是反正有点多余 反正有点存在的合理性不高 但是呢好像又不能消失的那个又不能把它撤掉的那种 所以现在讲的就是在帮这个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发声咯 对吧 对 有点像我 哦你觉得这个人坐在这个位置的人就是你了 有可能是你 对对对 好所以你说有可能是你你坐在这个办公的位置上 然后呢存在的合理性不是很高 可有可无 但还是设了一个位置给你 然后你的前方摆了一个很怪异的镜子 那个里面透出来的颜色呢又跟这个环境不太搭 对 那你觉得周围还有没有其他的人呢 好像人烟稀少 就无人过问那种 无人问津的 就是比较荒芜的感觉 嗯所以你刚刚说这个空间可能也是一个很安静的空间啊 对不饱咋 对 那你觉得待在这里的 你的那个怎么讲呢 嗯 这这是一个让你觉得比较热的环境 或者是说是一个比较凉的环境呢 温度 嗯 应该是我觉得有点冷 冷搜搜的 有点 就是 你要说非常寒冷坐不住倒不至于 就是你坐在那一会儿你会觉得凉搜搜的 就是不太舒服的那种凉 体温上体感上不太舒适 好像那个风从脚底下吹过 然后就是那种秋风潇涩的那个感觉 刚刚我们讲说 我们希望就是想要知道说小孩呢 到底要不要去送到去做早教的部分 那你觉得 不知道这张牌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它有没有反映了在生活中的 哪一个你或者你跟孩子之间相处的一个部分呢 我觉得是有啊 就特别是这个镜子 我一下就看到这个镜子 如果说我真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办公 我第一件事就把这个镜子搬开 太碍事了 既知道视线 然后又起不到照镜子的作用 我一定会把它挪到一个一个合适的位置 把它弄开 然后我就觉得如果说就像小孩的这个存在一样 因为他现在还年龄是两岁多 送去找托索呢 这个年龄是到了 我是可以把它送去的 但是呢 送去找托索我也去走访了几家 就是说在教育理念上啊 还有饮食啊 还有这个小孩的适应方面呢 我都比较犹豫 都不是很合心意 然后呢 把它放在家里呢 把这个小孩不放去托托呢 就是我得全身心的陪伴 当然是有人帮忙的 有人帮忙 但是我陪伴他呢 我就没有自己的时间去办公了 就没有自己的时间做事情了 就是小孩就会频繁来干扰我 那我就会想 就是说我现在处在这个阶段哈 理性的说 我可以不把小孩送去 我就坚持一年的时间 等到他到了士林的 我就可以把送去幼儿园 那么这段时间就 我就得忍受这个灰暗 我就得在这个地方办公 可有可无 又不能把它撤掉 我也不能 不能说不管不问 那我还是要把这个责任担着 但是呢 又不能够做自己理想的 那个明亮舒适的 这个办公的地方 然后繁忙的这个商务活动 我也不能 按照这种理想的状态去工作 那我就只有忍受了 其实不舒服 我也得这样看的 我想是这样的 你刚刚也提到 如果是你 你会想要把那个镜子移开 对不对 对 你觉得那个镜子 在你刚刚讲的 你跟孩子之间 或是说你现在的生活里面呢 这个镜子 它有没有象征着 你生活里的什么部分呢 怎么讲呢 就是因为这个镜子 它不光是一个镜子 因为它好像还起到了一些作用 因为它把我身后看不到的东西 给照出来 就是它后面可能有一个红色的 一个家具吧 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呢 我又觉得它没有必要在这 我为什么要知道后面有什么东西呢 不一定要通过镜子去看到它 好像没办法安置它 我觉得感觉这个 这个这种状态 所以你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安置 我们讲到跟你自己的生活 现实的状况里面 有哪一样东西是让你觉得 没有办法安置的吗 有 就是没办法安置的就是 我到底是把它送去 还是不送去 但我知道是 其实可以不送去 而且我就得 就得接受这个镜子 在我面前打着我 在我面前这种 这种看着很心烦 但是又不能挪开它 的这种心境 然后这种生活状态也是这样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镜子 它相当于 现在你孩子 到底要不要安置到 那个去学校的部分 是吗 是的 可是你刚刚讲的 如果是你在这里做事情 你第一个就要把这个镜子拿走 对 所以如果那个镜子拿走了 你在坐在这里做事的时候 你感觉会比较舒服 是这样吗 我感觉会比较舒服 但我感觉会 就是说如果没有这面镜子 这个至少这个窗子是通透的 也跟外界的连接就更直接了 我可以看到更多的风景 就我也容易 就不会被它遮挡 然后也不会看到这个烦心的东西 一个心情也会变好 然后视野也会通畅 这种感觉 是 可是呢 你觉得说这个镜子 可能就是你孩子要送去 要送去读书了 要去上学了 对 我是这么想 把它送去了 我就可以 至少我一天的几个小时 就是完整的 不被切割的 我就可以自己来掌控了 那我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可以安排我做 安排我自己做更多的事情 而不是围着他转 满足他的需求为主 可能我觉得对现在生活比较逆烦了吧 对于他这种陪伴孩子的状态 我有点逆烦了 所以你刚刚也提到说 但是你很无奈的是说 这个镜子就在这 你好像也没办法 对 因为不知道该把它往哪里放 就是这个 在这个环境里 现在我 就是这张图片里 我就不知道该把它往哪里放 如果不知道该把它往哪里放 那我就只有选择不变 然后呢 就只好就这样干忍着 然后冷冷过这段时间 也许等天气回暖了 或者说 我的工作有调动了 就是这个地方的人 工作调动了 这个镜子也许自然就搬开了 那可能就是时间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 那这样子的话 你刚刚也有提到 就是说这个空间呢 其实这个光线是不明快的 那至少你也希望 在一个明快的环境里面 明快的氛围里面 去做你日常的工作 对不对 对 所以如果是你的话 这个空间 你可以怎么样去改变一下 让自己可以处在一个明快的氛围里呢 我要是改变的话呢 就肯定先把镜子给挪掉 然后把那个办公桌 正前方的这个布明物给它 也是挪开 让这个位置变通常 然后我会调整这个办公桌位置 让它背朝窗户 这样我踩光会比较舒服 或者是就是把它的面向调整 调整到舒适的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对着一个长廊 然后长廊前面又有个东西阻碍着我 然后还有个 我可能就把这个格局整个就改掉了 那如果你把这个桌子念向了窗口的话 那个镜子是不是好像就在你的侧面 是这样吧 对 所以侧面的话它就照到你了 是 本来它是一个没有用的镜子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构想 你会不会觉得 其实我也没有一定要移开镜子 如果我把桌子转个方向 那个镜子就可以照到我 这个镜子就有点用途了 是 这是我的灵感了 但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 那我们就先说话 就是说 那如果是你现在跟孩子的状况的话 把这个桌子的方向 或者是说 让这个环境可以变得比较明亮 空间比较舒服的话 你觉得有可能是 在你现实生活里可以做些什么呢 在你跟孩子之间 现在好像 现在能做的我觉得我都做了 就是说能够调整 就是我这种 这种 觉得带孩子是碍事这个事情 我觉得能做都做了 好像我觉得 没有什么更有效的办法 来改善这个问题了 没有更有效的办法 如果不是讲有效呢 就是说 如果可以 你希望怎么做 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是想把它送去早托班 但是我可能会选择 只送半天 比如说只送一个上午 然后那个中午吃饭的时候 或者说等他吃完饭 再把他接回来 送半天 在家里待半天 如果有这么一个比较理想 离家又近 这个机构和老师呢 以及教育理念都跟我比较合拍 孩子又比较喜欢去 他又不抗拒的 这就是最佳解决方案 我觉得 目前来讲 那你家附近有那种 可以只送半天的吗 目前有看到了吗 有是有了 但是那个教育理念和那个 又不太合适 就是说 都合适的比较少 就是说 他有符合的 他总是有一条不符合 这种 就是说总得有个趋势 比如说从刚刚我们的对话 也就知道 其实你还是很希望 可以把它送去 而你最后的这种办法是说 如果能送半天 那也很好 因为你就多出了一个半天 是你自由的时间啦 对不对 也不一定需要全天 好 那既然是送半天 那教育理念不合的话 那也许你可以再去想想看 就是说 你的孩子呢 现在的年龄是比较 还是很小的 两岁左右的这个年龄 好 那他真正最符合他需要的 到底是些什么 你心里应该有一些 有一些想法的 对 那那些想法 跟你所遇到的 他的落差是什么呢 其实吧 就是教育理念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也可以 稍稍妥协一下 就是只要他喜欢 然后那些 这个教育中心 他是安全的 然后呢 老师是善意的 我这个 这个教育理念 有无所谓吧 就是也可以 就是不用卡的 这个也是可以 可以接受的 好 那你提到说要你的孩子喜欢 不过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 就是有些小孩子 他到了新环境 他的 他那个认身的程度 有的很严重 有的比较轻 就是说也不一定从他第一个反应 就知道他是不是一定喜欢不喜欢 你有没有考虑过说如果要送去 他的你的一个观察期会有多长 我觉得少应该一周吧 至少我要跟着 就是我不能 我暂时还得 不能就这么放手了 我还是要跟着 跟着他 看看这个他适应的怎么样 然后 有这么一个时间的过渡了以后 至少一周吧 然后等到第二周再送去的时候 我就再待一会儿 然后就是慢慢拉长时间 反正看看是这样 这样过渡 如果可以的话 他就能适应的话 那我就慢慢就可以放手了 所以其实不管你找到了 就算你现在找到了 其实你还是要带着孩子去做 还有一个适应期 对不对 对 所以你觉得 就是通过我们刚刚这样的对话 你会不会觉得说 其实你已经可以带着孩子去尝试了 可以 但我没有行动是 可能是觉得 不知道 没有行动可能是有一点 有点逃避这个问题吧 有点不太敢去面对 因为之前 送去了一个 然后也是觉得半天 觉得挺理想 结果呢 又出现了一些问题 后来就退掉了 然后我就怕这个问题再发生 所以我搞得 就不想面对这个问题 就得过且过了 有这个现象 可以知道 就是说发生了哪一方面的问题吗 是安全问题吗 还是什么 就不是安全问题 是小的事情 就是好像跟理想上有落差不一样 就是还是 一个是非常近 这是最理想的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送去的时候呢 是奶奶送去的 奶奶送去了呢 奶奶就 然后呢 奶奶就一直跟着嘛 就是前面几天是我观察 后面就是奶奶观察 因为我们一直都有大人在旁边 所以他就太粘我们了 以至于他没办法放手 他自己跟着老师 跟着其他人进入一个集体 等于说集体是集体 他是他 他是太自由了 就好像起不到那个融进去的 那我也能接受 但是藏了 老师就有点失去耐心了 就会发生一些摩擦 然后就会觉得说 哎呀不太合适 就这个计划就只有 只有提前就终结掉了 我们就退掉了 就会我就怕发生 连续发生这种事情 我就觉得 哎有点伤不起 就是花了很多心情去 结果总是不理想 但是我不知道 就是说 你是觉得那个不理想 代表了什么呢 从你的角度来看 那个不理想 是代表了一种挫败感 还是 你说的是那种不理想 我主观觉得是 我主观上来觉得 那种不理想就是我 那等于说 我花掉了时间成本 结果还是没把这个问题解决 然后我还是要把时间 扎进去 结果我还是不能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呢 反复了一次两次之后 我就不想再整这个事情了 就觉得好像浪费了我的情感 浪费了我的精力 浪费了我的心力嘛 就会觉得很累 就干脆就这样吧 会有这种 所以你现在 现在这样子 透过我们刚刚这样子讲了以后 你现在觉得最想要的是 继续维持现状 还是说你还想要再尝试看看 我现在就是 不知道该把镜子搬走 还是不要搬走 但是你只好了解到了 不管搬不搬镜子 你都要付出代价的吧 任何一种选择都有代价的 对不对 好那至少希望就透过我们 这一段对话里面 可以让你看到 就是说 其实你有一些优先顺序的 有一些选择的 要先满足怎么样怎么样的条件 其实你自己心里都有一些选择了 或者说你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了 你也知道说你不去行动 或者你行动 背后可能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 透过我们这样的对话 你会看得比较清楚 那么之后你可以再 想到的时候再多想一想 看看自己在这件事情上 会不会就是 就是说也不一定说 今天我们这样谈过了以后 你就必定要怎么做 它是一个开放性的选择 它只是让你看到 你更多 就是透过你自己这样说出来后 让你看到更多 它原本可能只是 藏在你心里一些念头而已 透过了这样的对话 你把它讲出来 那你就清楚地意识到 这些部分的存在 甚至呢就算你逃避 那你也看到了 是因为你有逃避 所以你可能就卡在了 这个镜子到底 移不移开的一个尴尬的状态 那你也看到了 如果你愿意出去 你愿意跨出一步去尝试 但是你也知道 尝试的结果有可能 你花下了时间成本 但是没有得到你理想中的状态 但是不等于你下一次的尝试 就必然是一样的结果 而是你觉得太累了 你放弃 学姐就是 我就说稍微 就是稍微插一句 就我前面就是 因为学姐跟我这样一问一答的互动 就是把这个问题挖得比较透彻了 就是原来我可能就是 就像切肉一样 我只切了几块 我把它切成几块 我就知道我要把它怎么样装盘 但是这样子 分析得越深入之后 它就切得更薄了 然后就是说它就更好 更好把它煮 就是说在烹饰的过程中 可能会吸收营养 或者味道会呈现得更好 就是我会觉得更清楚一点 就是我在这纠结的这些地方 其实我在怕什么 但是我有一点我隐藏了 我没有说 那隐藏的那点就是说 如果把小孩送去的话 那个费用也是我要考虑的一个点 是 当然 对 当然都会有 都会有要取舍的 毕竟你就是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成本嘛 你把它留在身边 你也付出了你的时间成本 你把它放出去给外面去学校 你除了时间成本 你也有经济压力 经济负担 这都是比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先告一段落 这个案例呢 我听到了什么 我整理一下 我听到的是一个家里 有个孩子是两岁了 然后这个母亲呢 前面的两年都是自己带孩子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 在过去的两年 她自己带着孩子 现在小孩两岁了 可以去托儿所了 但是这个母亲呢 可能存在着一个现象 是她自己没有发现的哦 然而她是存在的 也就是所谓的妈妈跟孩子的分离焦虑 似乎是存在的 第二个 这个妈妈呢 现在她担心的是 她能不能让她的孩子呢 有一个和妈妈的意思的托儿机构 刚刚案例是说 孩子喜欢就好 可是事实上一个两岁的孩子的喜欢 跟妈妈认为好的 和妈妈的意的托儿机构 那个标准不见得一样哦 不过看起来 其实是妈妈在主导 她要把她的孩子送到让妈妈觉得满意的托儿机构 这个也是这个个案现在要面对的 她能不能放心哦 也就是她找的 她是不是能够放心 第三个 我们也听出来了 这个个案呢 她有一个渴望 那个渴望就是她期待 自己能够有一个建立出一个属于她合意的工作状态 也就是如果她把孩子送到托儿所 她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然后她可以去打理自己想要的一个学习状态 或者是工作状态 这个就是所谓她认为的合意的工作环境 然而当她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在拉扯 就是说她又不放心说 她的孩子如果送去的地方不是她那么合意的托儿机构呢 她又担心她的孩子没有办法有受到好的这个学习啊 或者是好的被照顾啊 这些都是她自己要在那边斟酌的啊 第四个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一个有事业心的女性 现代女性被孩子给绑住的无奈 而这个无奈是短期没有办法快速解决的 就像那一面镜子 她没有办法快速的被挪开 第五个因素就是家庭经济的持家的这个经济压力哦 因为把孩子送去 那就是一笔学习的费用 如果自己待在身边 这笔钱就可以省下来了 所以这是我刚刚整理出来的 就作为一个旁听者 我听出了这五个重点 然后我刚刚观摩的是 这个附贞 附贞助教在带这个课的时候 他有把个案的生活的情境啊 置入图卡里的意象 然后让个案跟图卡里的意象 做自由的连结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法哦 因为透过这个手法 等于是就让这张图里面的任何的一个元素 不管是颜色啦 或者是图案啦 或者是这个布局啦 或者是一个比较凸显的 或者是其他的举凡个案 自己愿意说的都可以是咨询师哦 在做欧卡图卡咨询时候 对话的素材 那我不知道你们其他人哦 就说我们是在做欧卡的咨询演练 我现在希望你们就是同学 A B D E 你们都能够各自发言 然后整理出 你们刚刚在旁听的时候 你所听到个案的问题是什么 那么引导的技法是什么 有没有人愿意先说 可以说你印象最深刻的那个点也可以 没有说一定要非常的严肃的 从像老师那样 一二三四五 因为我刚刚是有虚意嘛 我有在观察 对 来 老师那我先试着说吧 那个 从对话里面吧 我先找出好自己的问题 就是说 我老想去替个案好像去做决定 或者是替他想办法 而不是说 在对话中怎么引导他 看到更多的问题 我首先先看到了 我在这个对话过程中 我的脑子转的那个方向 是这个样子的 再一个就是 老师说的分离的焦虑 反正我被这个对话带进去了 因为我有个类似的经验 然后我就被这个对话带进去 首先是那个分离的焦虑的部分 然后带到机构里面 然后又不放手 这个状况 我觉得这个方法就不对 首先是说 这就是妈妈不想放手 因为一位小孩 在那个环境的时候 总是有大人在的话 他就觉得 我就要跟我的妈妈 和我的奶奶在一起 我就没有一种驱动 比如说我要找找 其他的小朋友或老师 让我玩一下 我觉得这个方法 本来就不对 或者说这个解决 可是说 我先说 我先送过去半天 然后慢慢让他适应 说慢慢的 我大概中午去接 或者说我开始延长到 一点接 两点接 慢慢延长 然后他会尝试小孩 这小孩的适应力 没有差到那个程度 他可以有用自我的那个 去适应能力 去适应这个集体 说那大家都在那里玩 或者我感兴趣的什么 会把他的注意拉回来 他会更尝试学习 用那个集体 但是比较长在的话 他就会肯定 就是本能性的 我就要和我的家人在一起 第一个 我觉得 第二个方法 我得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当时我 其实我经历过这个状况吧 就是有一种 经济上的考量 还想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呢 我觉得说那可不可以 做一下时间 早要管理或分配 或者说在小孩 比较清醒的时候呢 可以可以 我就是 确实我的 我的方向 就不决定 大家对话里面 就会说 就突然想办法 其实这是我的问题 就是我把这个 我说完吧 就是说 可不可以做一下 像时间管理 就是说小孩 早上他大概是 他是八点起床 或七点起床 那我在可能 五点到六点这段时间 我完全给自己时间 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之后的时间 然后呢 我 我可以做一些 我跟他共同的事情 或者说 我做一些 我自己的事情 但是可以说 他来打扰 也不影响 我工作的一些事情吧 就我们有 可以共同参与的 例如可能 做家务 这小孩 在旁边 其实也没什么 类似于这样 或者等孩子中午 休的时候 我来 我来做 我完全有自己的事情 或等小孩 睡觉的时候 我觉得 如果说 因为一些客观小姐 不能出去的话 那说在家里面的话 作为大人 你可以常试一下 去调配自己的时间 跟小孩的那个 做些事先 颠倒一下这样 然后再一次 就是我被 这个 这个 个案的问题 带进去了 你好 其实 其实你会有这个状态 是很正常 就是说 初学的人 最重要 要学习的就是 你就是听个案 的问题 但是不要急着 去帮他解决 他的问题 因为其实像你刚刚讲 那些都是 理性上 其实个案都懂 可是他情感上 做不到的事情 就好像我们 刚开始 进入这个生活 智慧的学习的时候 一样 我们理性上 我们学习 就理性的头脑 学习到的知识 学习到的一些 是内容 都是告诉我们说 应该怎么样做 是好的 比如说我们的情感上 就是过不去啊 或者是说 情绪上的焦虑 没有办法用理性 去压过去 就算你是硬压 所以才会出现 他那些焦虑的状态 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 都是一个客观的旁观者 这些话 对个案 就是说都是可以 给个案意见 但是那些东西 其实个案 你会跟你说 其实我都懂 但是我做不到 那这个本来 就是你们 在学 各种的图卡的 咨询的时候 最刚开始 要学会的就是 不急着 去帮个案解答 但是你要去听 不断的 透过提问 去听他 他有多少 还没有说出来的话 就比如说 我刚刚 在跟他的对话里面 你会看到说 其实他一步一步 的提出了 他有一再的 妥协的空间 只是说到最后 他还是没有妥协 但是他并不是 一开始说的 说好像完全没有妥协 好像只是 孩子要去不去 不是啊 他到后来有说 他也可以半天啊 可是可以半天以后 又会出现 其他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 其实这个不是眼前 层出不穷的问题 其实就是背后的焦虑 没有解决 才造成这些问题 但是我没有办法说 你就不要焦虑啊 你孩子就丢过去啊 这些焦虑一定都存在 所以他其实还是必须 跟自己的焦虑去共处 好我下个结论 我下个结论 因为我们是在做 欧卡的咨询演练 而刚刚的 参与的这个同学 C他就是做个案 所以他的状况呢 就是让你们去学习 第一个 做一个咨询师 一定不能急于 要给出你咨询师 自己的意见 因为你不是他 他不是你 你们两个性不一样 再来 你没有他的情境 你只是用一种 比较理性的 在对这个情境 做出判断跟选择 但是个案有他自己的情境 而在个案的那个情境里面 个案有感情上的 取舍之间的困难 所以呢 作为一个咨询师 不能急着 给出属于自己的意见 第二个 我们的主要的功能在哪里 实际上我们的主要功能 是在帮个案厘清 他一时之间 没有看见的 或不愿意看见的 包括在 他认为的问题里面的问题 这才是一个 做欧卡尔的这个 咨询啊 切入跟引导的 正确的途径 明白吗 因为哦 说着说着 其实个案自己 就会找到答案 说着说着 他就是刚刚 傅贞助教讲说 也许个案妥协的 妥协何尝不是一个 两相为难之下的 折衷的答案呢 这个答案一定要 让个案自己讲出来 而不是作为一个咨询师 帮他做决定 了解吗 就是像一个 有一个包裹 我们把包裹打开 一样样帮他分清楚 然后他自己在这里面 去担选和提炼 是啊 好来 现在我来邀请个案C 跟我对话 刚刚整理出来的 五点 最后一点是你讲出来的 你补充的 有五点 你觉得五点里面 是不是都涵盖了 你的状况 是的 都非常全面的 涵盖了我的状况 那如果这五个 这五个让你选 我要让你选一个 你最主要的 你觉得其实是 你真正的原因 你会选哪一个 嗯 就是 我最纠结的 对不对 对 就是说其实 让你在面对这个 要不要把小孩 送到这个托儿所去 其实 最让你为难的是哪一个 分离焦虑 对嘛 分离焦虑 所以其他的是什么 其他的都是在 分离焦虑的这个大前提里面 的什么 我就是这样分哦 就说你就把第一面 当作是分离焦虑 分离焦虑是你在处理 这个问题的第一面 其他的都是什么 都是可能都是头脑的声音 可以这样说吗 道姐 你说 其他的都是 都是 都叫做理性的 都叫做 第一面就是 你面对你在跟你的孩子 他可能要去上学了 事实上你自己有所谓的 母子分离的焦虑 对 那至于其他的 你说放不放心 孩子能够有合一的托儿机构 或者是你自己渴望有一个 你合一的工作环境 或者是你其实是在 妥协 你明明是有事业心的 可是你却被孩子绑住的无奈 或者是家庭的经济 这四点都是什么 都是你在面对这个问题的 各种理性分析 可以这样说吗 是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分离焦虑 所以如果你能够克服 你自己能够调伏分离焦虑 你的孩子当然就可以送到托儿所去 是这个问题 如果你自己放不下分离焦虑 那我会建议你 你还是暂时要接受 你孩子还是自己带着 因为毕竟他才两岁 所以分离焦虑是核心 那是这样子 一个妈妈如果她有母子或母女的分离焦虑 她的孩子就一定会有 因为孩子非常的爱妈妈 这一点我反而看不到 我觉得这一点我确实没提炼出来 我就是 其实那个理性的东西太扰乱人的 其实是扰乱人的一个直觉 已经把这个分离焦虑这个东西 我给忽略掉了 完全忽略掉了 我就没有把自己的问题 这么关键的问题抛出来 我就没想到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今天借由你的案例 我们再一次的又延续到刚刚 刚刚我们在做图卡的 这个正版两面的看法的时候 是不是那个第一面是非常关键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第一面 不管它是正面或者是负面的 我们都要非常诚实的去面对 自己的第一面 所以才会有一句话 莫忘初心 对吧 对 OK 那不知道今天这样的 经由附贞 助教带你 然后经由我在旁边旁听 然后帮你整理出五个要点 那这样的一个咨询 对你有帮助吗 我觉得非常有帮助 就是直指问题 就是最终 剥离下来之后 就是直指这个问题的核心了 就是我就是我要自问的地方 我觉得还非常的就是切中了这个这个要害 好 很好 谢谢 对 来 附贞你们要补充的 就是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同学 要讲一讲你的感受的 来我们邀请那个同学 一 有过类似的经验的 是 我有类似的经验 就是那个 可是我 我真的 我觉得因为太感同身受了吧 就是当时他在描述他的那个 在办公室里坐的那个什么脚底吹着凉风的那种感觉 我自己都 就是我就被带进去了呀 就跟那个 前面一位同学是一样的那种感受 就觉得哎呀这是苍凉 然后就觉得哎呀这好无奈 然后该怎么办呢 就是就挨着呗 就那种感觉 所以我我其实没有 呃像老师这么就是 就是把那个问题的核心 就是那个分离焦虑给考虑进来 我我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 我就是觉得说 呃那他到底该怎么办呀 就好像很想要帮他想办法 就是嗯就很无奈那种感觉 对啊就还是自己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呃呃就是学到的就是要让自己更加的 嗯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我说是个案的话 个案就是面对个案的时候就是不要急着去给他呃想办法什么的 然后我记得好像呃那个个案的 我记得他是挺感受在那个睿智者对吧 嗯是 是这样的关系 就是所以他会第一反应就是看到那个镜子就想跳开 他不想看 嗯哼 就是他觉得焦虑的东西 所以我其实这个也是我今天有学到的 就是哦原来说呃 睿智者也是会焦虑的 他他逃开了 他还是其实他用这种方式就是表示表达他的这种焦虑 对哦 我以为他们就是非常理智 就是抽离了之后就不会去烦恼了 其实就是人都是会烦恼 嗯哼 只要那个情绪在焦虑的状态下 是嗯哼 嗯哼 然后还有就是老师说的呃 其实这个兔卡的就是阻止就是要帮助个案他能够在嗯烦恼的时候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就是找到跟他的问题和谐相处和平相处就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最让他觉得可以的一个状态就是帮他厘清嘛 厘清了之后他全部看清楚之后他自然会去权衡自然就知道如何去面对了这个是阻止而不是说我们急着去给他出这个意见出那个意见 我爱我收获挺大的 OK好谢谢 来同学丁说说你的看法 我觉得今天我感受最深的嗯就是我觉得学姐完全是用一种非常温柔的一种寻寻善诱的方式就个案让他自己就是看到问题嗯而不是真的就是图卡也不是给出一个答案或者说就是预示出你应该怎么样或者你不应该怎么样 而是真的就是让个案可以就是直面自己的问题所在而当看到了这个问题在哪里其实最后的决定或者说结果都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其实他嗯就清楚了问题在哪里那最后他其实做什么决定他都是可以去认可自己的决定就是就是完全是可以来接纳的 而不是而不会就是很勉强的说好像嗯应该是要这样所以我去这样或者应该不是这样所以我不是这样而且而是完全嗯遵从自己的一种感受在于这个嗯当下自己面临的问题就是一种共处的状态下嗯那其实我觉得最后的决定就 真的不是那么的重要了就是是啊是啊因为任何的决定嗯反正不是正面就是反面嘛嗯都是一体两面的是啊所以决定是什么所以嗯决定是什么那个决定是什么是交给个案自己去决定的而咨询师的责任在于帮助个案去做出那个他自己可以接受的决定 对对对是是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嗯通过今天的课我就嗯特别清晰的认识到就其实也没有什么所谓正确的决定就就其实个案他能够接受的就最适合他自己的他自己做出的决定那个才是最好的是就是因为就是并不是说咨询呃 是带着就是咨询员是可能嗯包括如果是作为朋友呃来帮助你比如帮你商量一个什么事情就其实也是会带着总归会带着自己的一些呃经验啊或者是带着自己的一些想法的一些可以说嗯总归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一些执念吧嗯就会有自己想法觉得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其实我就觉得嗯没有所谓的的应该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应该是嗯就是应该是嗯就是让个案自己去找到他觉得让自己可以接纳的这样的一个嗯方法吧是啊所以我们咨询师的责任其实事实上是透过对话透过引导嗯去创造一个让个案找到他能接受的答案对是是嗯好谢谢 嗯来同学A谢谢我今天觉得就是这个咨询最大的嗯就是对个案的收获就是他召见了他自己没有看到的部分 就是学姐在引导的时候 首先是一个完全开放的 就是有个案 就是非常尊重个案 她自己的自主性 通过先通过她看图卡吧 就是我自己的旁观 我就看到就是这个个案呢 她特别的注重在这个图卡里面的 所有的一些那个物体 还有整个的环境 跟自己的一个互动关系 她在这个互动关系里 学姐就引导她 就是她觉得别扭的 或者她觉得未知的 她觉得不是很舒服的 或者是她想要怎么样的 就是依着她自己的那个 主观的这个能动性吧 去让她说出来 然后慢慢说出来的时候 就把她这个 自己现在当前面临的 面对的这个实际问题 就带入进来了 带入进来了以后 因为她有之前的这个图卡的 这种的映照 她就把这个就自然的 就把自己的那个实际的事情呢 就对应进来了 然后再对应进来的时候 就比如说 她说这个 镜子跟那个孩子的这个关系的时候 她就自己就对应上这个孩子 她要怎么去处置的问题 然后在这个处置的问题里 学姐在一点一点的 再去引导她的时候 她就说出来她之前 有过一个比较失败的那个经验 这个就是跟她的过去经验就连结上了 她这个过去经验里边可以 她自己的一个潜在的一个 一个是由于分离焦虑来引起的 就是责校 选择这个幼儿园啊 她也很在意这个孩子 能不能让她完全的放心 交到那里去 再一个她跟老师的互动 她也很在意 再一个就是 这个幼儿园今后在选择的时候 能不能有一个超高的性格比 它好像把这些都放进来 所以他潜意识里面的这种种种的焦虑吧 他可能是看不到的 他只是说出来问题 但是在这个问题说出来的过程中 其实慢慢的就开始把这个 他潜意识里面的这个焦虑就浮现出来了 或他又跟那个自己想找工作的这个连结 他连结了以后到最后 其实他就是想说的是 他特别有想工作的这个期待 但是呢他又担心 他就一直有这个引游 就是他做工作的时候 他又因为担心孩子 他无法专注的工作 所以其实他又回到了这个核心 就是他潜意识里面的这个分离焦虑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图卡上 让他这样说出来的时候 就是学姐这样一点一点的给他引导出来 他说出来的时候 他可能是看不到最隐藏的这个部分 这样找到了核心里以后 其实他自己说出来 他好像就是有了一个更清晰的 照见未知的自己了 就是那个潜意识的那个隐忧的那个部分 然后看到这个焦虑里以后 他可以就是给他一个时间 我觉得学姐到最后 也没有一个就是 非常明确的要给他归纳 或者是要给他解决什么 就是让他 让个案的自己就是更清晰的 去有一个时间和一个空间 给他自己 他可以更清晰的去回味 然后再重新去判断 他自己可能就会找到他 最符合他自己实际的一个情况的 一种处理方式吧 而且他可能也会更了解自己 也能接纳自己的一些 就是他现在看不见的这些部分焦虑啊什么的 他可能也会更接纳 然后做出来更妥当的 他自己目前来说 更好接受的一个处理方式吧 我觉得这种就是全开放 然后完全遵住他个人的这个 这个自主性 他自己的意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特别好 谢谢 好 谢谢老师 我相信在这个个案里面 你们有没有发现 好神奇啊 一张Ocard就可以做一个个案的咨询 所以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咨询师的素养 才是关键 而不是要把图卡的设置 弄得叫做琳琅满目 然后弄得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格式 要有怎样怎样的一个什么序列 也就是说 关键是咨询师的素养 而不是什么特意设计出来的一些格式 这样你们明白吗 有学到这个吗 哈哈哈哈 这个吗 哈哈哈哈 这个吗 哈哈哈哈 这个吗 哈哈哈哈